看朋友出去吃吃喝喝 一個人結賬先付款 其他人轉帳常會備註 你是誰 不過這個備註功能可不能亂用 有民眾分享自己轉帳時 曾在留言處標註 屍體處理費 親子鑑定費等刺眼 不過據說亂備註 會被銀行高層看到 還會影響帳戶信用 對 可能會吧 如果是也欠債的話 基本上不影響啦 對 除了媽媽以外 因為我媽媽有問我帳單 為什麼寫那麼多備註 應該是不會 他們應該沒有那個人力吧 都亂寫一些什麼 掃多少沒關係之類的 備註員是為了在對賬時 更清楚明瞭 卻有網友提醒 匯款亂備註不能撤銷修改 且會永久保存 恐會影響到您辦信用卡 或者辦貸款 這是真的嗎 事實查核中心 也向金融甄信中心酬證 得到的回覆則是 沒有影響 內行人解答 信用評分主要看這幾項 因為影響信用評分 是你卡背沒有繳 或是你貸款沒繳才有差 跨行匯款的時候 怕那個人不懂是誰回答 才會寫備註 民視上的證據能力 有時轉帳給朋友 喜歡隨便備註 雖然行員僅僅是過目 但專家提醒 任何文字記錄都具備 民視以及刑事責任 還是不要亂填 記者楊翹澄宣 台北報導